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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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动吗 很感动 好 我昨天其实已经掉过眼泪了 今天没想到又掉了一次 不过这个眼泪是好的 它在滋润我们的心灵 它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好的养分 好 今天是什么节 没有啦 下个礼拜才是 因为我们提早一个礼拜来过父亲节 所以我们这边再一次的祝福 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我们当中不是父亲的 你也跟着父亲一起快乐好了 反正就彼此说一下 父亲节快乐 好 那我 我刚刚也在想 其实 其实 中和夫妇呢 他们见证讲完以后 其实不必要讲到的 他刚刚就可以做呼召了 我们这个机会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的确 我们看见 这都是很真实的 其实基督教 我今天的题目是这个 叫 你认识耶稣吗 那你知道你认识耶稣吗 如果是外面的 我们在这里面不问 你走到大陆上 走到一些街市上去问 你说你认识耶稣吗 很多人他说 他对耶稣的感觉是什么 有一个人跟我说 就是阿门教 阿门教 阿门 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 我信主差不多30年了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那时候 刚上班而已 那信主呢 我们那个同事 看见我来了 都会说 阿门来了 阿门来了 所以我就叫阿门 可是我就会问他 阿门什么意思呢 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 诚心所愿 所以啊 今天我们进去看见 很真实的见证 你认识耶稣吗 我今天是希望在座的 今天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 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了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认识完全了 还不够 还可以更多认识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还没有信靠耶稣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你要来思想 要认识耶稣 那当然认识耶稣 跟知道耶稣差别很大 好 我要举这个例子了 就是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 叫王继轩 王继轩呢 他刚才我们教会他做过见证 他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他的老板经常跟他讲 说继轩啊 你要信耶稣 继轩 耶稣爱你 后来呢 他听了很多遍了 他就说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你去替我跟他说谢谢 我没听他讲 觉得很好玩 谢谢他 那继轩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 我刚离开啊 还好还好 再的话 我要来问他 现在他还会不会 叫拜托别人去替他谢谢耶稣 那他那时候是知道 知道耶稣 知道一些圣经故事 知道一些 可是呢 他并不认识耶稣 所以知道是不够的 好 来跟旁边人讲一下 知道耶稣是不够的 要认识他 才会更加的蒙福 好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 你认识耶稣吗 认识耶稣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 一起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认识神啊 好像不难啊 你知道我们台湾 多少神明啊 走到哪里到处都看见神明 我告诉弟兄姐妹 今天讲的不是那些 今天讲的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今天所讲的是 生命的本源 那个源头 爱的源头 今天讲的就是 独一的真神 你认识这位真神吗 这个才重要 不但认识这独一的真神 而且认识他所拆来的 这个世上 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什么 永生 可是你知道吗 这是很大的福气耶 我们教会的 外面的那个看板上面 有一行字 你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一定领导你 所以今天我希望 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见证也好 诗歌也好 我们今天要思想 我要不要来认识这位真神 认识这位真神 就得平安 就得福气 好 那么这是我们父亲节 希望每一个父亲 可以得到的最大的 也是最美的祝福 那这有一首诗歌 副歌我们一起唱一下好了 不用弹琴 清唱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好 先听它来好了 我喜欢这两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 认识耶稣 还有呢信靠耶稣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 就是一个机会 简简单单的 一点都不复杂的 和我们综合弟兄今天也分享了 综合说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要想让我们的家里面呢 更有这个爱 更有爱的氛围 能够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家的环境 其实呢 让我们不单是物质富足 更重要的是 心灵得以平安喜乐和富足 那一点都不难 所以你真的愿意尝开心 说耶稣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认识你 夫妻就临到你了 不是你自己拼命的去找啊去赚 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耶稣 好 我想有耶稣自己 自己讲 有三个方面可以来认识他 我们来读这一节的圣经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地上的父亲 过父亲节 都今天地上的父亲了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天父 天上的父亲在天上 那耶稣要在那边 给我们预备地方 接我们去 一个美好的天家 但是怎么样才能去呢 耶稣讲得很清楚了 说我就是什么 道路 第二 真理 第三 生命 好 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 来认识耶稣 首先耶稣是道路 好 那么讲到道路啊 我就想到了说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啊 其实都在走在一条道路上 每个人的人生的道路都不一样 但是耶稣今天来了 他说我就是道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过去走的道路 可能是千 怎么不是千奇百怪了 反正就是各有各的道路了 每个人的道路 人生轨迹都不一样 我也相信 其实如果有机会 让你 让另外一个人 让他都到台上来讲 每个人都可以讲他的生命故事 坦白讲 我们要看看旁边的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很多故事的 好 来跟你旁边人说 你的生命故事 够写一本书的 好 真的哦 你知道我们 我们好像看起来 都很多不起眼的人 其实他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喜怒 哀乐 酸甜苦辣 很多故事 请你记得哦 今天讲的这个 每个人其实不是重点 今天耶稣说我是道路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有人不懂 有人说耶稣你就是 就是耶稣嘛 你就是人 你就是神 你说你是光 你是爱 你是什么都可以 你是道路 什么意思啊 两个解释 请大家能够自己思想 第一个就是 因为今天我们要 今天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最好的方式就是 跟着耶稣就对了 好 你不知道往哪里去 你也不知道怎么走 但是耶稣说你跟着我 好 我往左你又往左 我往右你往右 好 我向东你又向东 你只要跟着我就对了啦 就一定蒙福 这就叫我就是道路 阿妹吗 好 第二个呢就是 耶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 这个路是什么路呢 就是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来读这节声音 一起来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你知道吗 耶稣给我们 要开一条路 我们过去很多的人 已经走在原有的老路 旧路上面 已经走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 举下手 我看我们已经站到了 八成以上了 请放下 哎呀 你这条路都已经走了 超过三十年了 你走这条路走的滋味怎么样 快不快乐 开不开心 有没有沮丧 有没有灰心 有没有破碎 你自己最清楚 今天耶稣说了 这条路走到底又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 每个人这条路 自己的原有的路 都会走到头的 走到头会到哪里去 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最后的结果是哪里 顶多是坟墓啊 坟墓后面是什么 可能是更可怕的地方 但是耶稣说不要走那条路了 跟着我 我是道路 我要给你开一条又新的路 叫做新的路是充满着恩典 充满着盼望 而且不是死路哦 是活路 又新又活的路 你愿不愿意换跑道 我们的工作不好 做得辛苦 薪水又低 我们都想换跑道 找另外工作 人生比工作更重要 你的人生要不要换跑道 今天是一个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当然不是随便换跑道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尽你生命 他的道路是恩典之路 盼望之路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唱一首 教会的诗歌 你是我的主 你要引我走正义路 好 好 我们请孟能带我们 来轻轻地唱一次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义路 高山火的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未独 你爱我仍是我 永远不变地去 永远不变地去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就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牵引我走着人深入 是的 这一步 一步又一步 走的是恩典之路 充满盼望的路 其实我讲到这里 都很想呼召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愿意 听到了耶稣爱你的好消息 听到了这个福音 你愿不愿意像中和一样蒙福 你愿不愿意说 手上的恩典之路 盼望之路 愿意的话请你举下手 真的 真的有人举手 好 感谢主 我觉得真的 我真的有任何盼望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很多机会 很容易错失的 但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在上帝面前 来表示你的心 其实不是给人看 人都无所谓 上帝看 这位永活的真贤 他在意你的态度 所以他要赐福给你 那耶稣说 他不但是道路 道路很重要 那他说他还是真理 我想我们不管是走在 高速公路啊 快速道路啊 或乡前小路上 你都会知道 你走在一些道路上面 最重要的你有一定的法则 对不对 一定的法则 那特别走在这条恩典之路 走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 耶稣说他是真理 他是真理 给我们清清楚楚的标准指示 无论我们的工作 生活 侍奉 你无论做什么 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标准 那就叫真理 那个规范就叫真理 像我们 如果我们开车上路的话 你一定会看见什么 这些标 路上的这个标示嘛 你一定要追到他走 你就可以很安全 很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也是一样 有神的话 是自由的 所以今天中和地雄做见证说 他还说我们家 从九点以后放下一切工作 开始做什么 然后那个信兰说 我好日子到头了 其实不对了 但你都遵守这样 你以前你可以横行霸道 你可以喝多了 就躺在大路上 当做你自己家 那个其实是自由嘛 那其实才危险 对不对 今天你能够遵照着交通法则 你其实才是最安全 最自由的 今天耶稣说 祂是真理 就是祂是我们的标杆 我们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 就知道 哇 这个隧道 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多长 可是它有个只是1000公尺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要晓得真理 真理是叫我们自由的 来读一下圣经的话 请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啊 这个我们的中华也说 其实他以前有为自己一定的标准啊 他强迫自己要遵守一定的原则规范 因为他以前从做军人以后 他有这个特质 但是坦白讲 这些标准 人之一定的标准 有时候不是最准确 最近大家一直在关注 我现在最热门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新闻 课纲 正义 现在还在燃烧 弟兄姐妹 我对新闻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但是我必须要讲 到底什么是真理 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啊 哇 他公说公有礼 婆说什么 婆有礼 蓝的 绿的 然后今天很多学生 今天学生 就不知道 我们都觉得 到底谁个讲的才是对的 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 我们站在人多的那一边吗 我们还是站在这个人少的这一边 我们是站在那 声音特别大的 麦克风都在他手里的 我们要支持他呢 还是我们要站在那个弱势的一边 我们不知道 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真理 的确你只能够随 叫什么 随波出流 但是耶稣说他是真理 其实耶稣给我们有很清楚的典范 我们现在不要像一种人 这种人是谁呢 比拉多他是个代表 请大家记得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当时候的主神的最高的法官 名字叫什么 比拉多 就是比拉多判耶稣死罪 把他定在上面的 但比拉多很奇怪 他来要询问耶稣呢 因为有人来 来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比拉多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我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数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所以这个比拉多 你看他多可恶 他自己呢 明知道耶稣没有罪 最后他还把耶稣定为死罪 可不可恶 可恶啊 因为他明知道他没有什么罪 他在七十天的做梦都 那个天使都跟他讲了 你不可以办他 他没有罪 他最后还是定他死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民意 今天大家都说民调嘛 对不对 民调 百分之 这个民调下去了 百分之九十九天 九九九九九 都想说定他死罪 结果他都听从了民意 没有听从耶稣 没有听从真理 所以他问了一句 真理是什么呢 问完以后就走了 他根本就不管真理了 他只管要随着大众的趋势 世俗的潮流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人生的正确的道路是什么 我们的真理是什么 这个都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真理是圣灵会来帮助我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然后进入一切的真理 而且以真理胜过谎言 撒旦的三个谎言 8月14号 我们的信捐传道会来上课的时候 他会讲到这个 撒旦有三个基本的谎言 来骗全世界的人 第一个 你不好 你不够好 你最烂了 第二个谎言就是 你是没有力量的 你胜根本无能为力 第三个谎言 你是没有希望的 你是没有出路的 那么这三个谎言 通通的被经理来打破 第一个 你不够好吗 对啊 我们本来对人是不够好 但是耶稣说 你虽然不好 我却还爱你如同什么 珍宝 你为何对我那么好 我虽然不好 你却爱我如同珍宝 跟旁边人说 耶稣爱你像珍宝一样 很多人活得没有尊严 很多人活得没有品味 为什么 他觉得我就是个烂人啊 我一想到我过去 你一天到晚拿着刀去砍人 有没有 那你活了有没有尊严 我想到我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羞辱 我们想到 弟兄姐妹不要想着自己过去那不好 你再不好 千不好万不好 耶稣看你还是珍宝 就像今天我们的孩子 有没有 孩子会让我们气得发抖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爱他的 弟兄姐妹 神爱我们 那么真理胜我谎言 你说你没有力量吗 耶稣是你随时的帮助 他愿意随时随地帮助你 你说你没有盼望吗 耶稣他要赐给你美好的明天 无限美好的未来 那他就是我们的希望 弟兄姐妹 我觉得真理 用真理生活谎言 我们要天天活在真理里面 又喜乐 又自由 又有力量 多好啊 所以耶稣是什么 真 道路 真理 还是什么 生命 好那讲的是生命 我想我就不用多讲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读一下 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讲到两个人来 第一个盗贼来 第二个是什么 耶稣来 好这是代表 盗贼就是小偷了 如果小偷来了 小偷到你家来是做什么 做什么事啊 还偷东西 我们这是在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2015年7月30号 早上6点20分28秒 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胡安宁的爸爸的家里 胡伯伯家里 竟然有一个小偷光顾了 就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抓到没有 大家认识他的 把他检举出来 这个人真的太可恶了 他女孩坐在那里 像自己家一样 这是真事啊 好那请大家记得 小偷如果到你来了 小偷要偷什么东西 如果你 我们家里面曾经 照过小偷的人举下手 好有一些 小偷到你家 你会偷什么东西 钱 会不会偷 那个垃圾桶里面的卫生纸 会不会 不会嘛 他偷的偷最尽贵的 最有价值的 好了 今天耶稣所说的这个道德 那个小偷 生命里的小偷 他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偷什么 偷最重要的东西 金钱 是重要吗 未必是最重要 偷什么 偷你的健康 健康这么重要 偷你的什么 偷你的关系 大家彼此相爱的 那个温暖的关系 偷什么 偷你的盼望 活着心爱 大于心死 偷什么 偷你的信心爱心 弟兄姐妹 你里面很多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生命 所以魔鬼来偷你的生命 偷你的时间 那今天耶稣说什么 盗贼来无悔作者 耶稣来干什么 叫你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的综合见证很棒 我就不多说了 他说我的神亲自带领我 来认识他 所以神会做他永远的依靠 而且他来到五股礼拜堂 刚刚讲了 他来到五股礼拜堂多久了 一年零一个月 对不对 十三个月 那这个黄色的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比起我往年总和所领受的 还要读 圣经里有一句话说 在神的愿语住一日 圣是在别处住千日 其实你可以来经历主的恩典 试试看 你真的打开心 认真地说主啊 我愿意接受你 你发现你过的日子 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有经历 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 我的见证 很多跟他们是很像的 真的很像 所以我就想 我把它跳过去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说他生命的改变 耶稣来叫他得生命 不管是 昨天是二女儿 对不对 今天是大女儿 其实他两个人有点讲的不多 但是都超感动的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生命的东西 他那些东西不是演戏 应该不是演员嘛 所以他就从内心里面 我觉得这个生命感动生命 生命影响生命 他就是生命改变 看你为什么生命改变 爸爸妈妈生命改变嘛 耶稣来最大的工作 不是说给你钱 给你什么发大财 耶稣来最主要 让你的生命被改变 我自己也是 我以前当我姐姐 是拿着砖头往脸上拍的 也看不出来吧 我二十岁的时候 人家给我外号就是 不要看兄弟长得瘦 骨头里面有肌肉 你知道吗 那个练拳天天 也是很无恶不作的 你知道吗 学校里面 我们江苏省的重点中学 有五虎上将 我是其中之一 好 好 感谢总说 不提那些了 好 但是讲什么意思 今天在主里面 改变生命 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他以前 中华说 只看见父亲负面的一面 如今他不一样了 生命改变了 眼光改变了 以前根本感觉不到父亲的爱 感觉不到父亲 好 那个是尽到他什么责任 好处看不到的 我以前对我妈妈也是一样 我没有幸福以前 我看我妈妈 一百样的坏处 没有一样好处 你知道吗 我今天是觉得 那个是恨苦毒 但是我生命改变了 我就发现不一样了 我妈妈有一次得癌症 那么在手术前 她跟我说 因为那时候是要禁食 禁食两天还是多久 我忘记了 就禁食的时候 那个房间病房 就我跟她 她说 孩子 我死我也不怕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你还没有结婚 你外号叫小老头 又丑又穷 就是 我不怕死 我自己死不怕 但我唯一关心 你知道我 冲出病房泪如雨下 我骑着脚踏车 我就一边哭 我就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 我就想 恨不得抓一个女生过来怎么样 来代替我 骗我妈妈一下 结果没抓到 但是神很奇妙 竟然让我收到一封信 谁写来的 吴姓娟写来的 你知道 我拿着这封信 跟我妈妈说 妈妈 你放心 我不会的 你看有人 给我写情书了 那 这个 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生命会改变的 阿们吗 所以我从那以后 我生命改变 眼睛感 我看我妈妈都是好处 真的 都是好处 其实耶稣看我们也是这样看的 我们不堪回首的过去 你在暗中的隐情 你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 你觉得后悔的莫及的事 耶稣其实一清二楚 他比刚刚我们看的那个 那个什么监视录像 清除万倍了 但是耶稣不看 耶稣把那宝血涂抹掉 耶稣看你 是为真宝 所以 中和说对父亲 他起了许多感恩和思念 他竟然能够看见 他父亲对爱的执着 弟兄姐妹 我觉得生命没有改变 眼光没有改变 打死他他都看不到 对不对 但是生命被改变了 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就结束 请 你若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来 一起来认识这位神 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 福气也一定会临到我们 认识这位神 耶稣基督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然后我们来思想 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朋友 还没有正式的 认真的来决志接受耶稣的 今天你听了这些见证 听了这些诗歌 听了这些神的话信息 你如果愿意的话 等一下请你预备你的心 你要来接受这位荣耀的主 恩典的主 他要进到你里面 不但要赐福给你 改变你的生命 而且要赐福你的事业 赐福你的家庭 赐福一切跟你有关的 而且你不但自己要蒙福 你还要成为是一个 因为让很多很多的人 因着你而蒙福 因着你生命被改变的人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祝福福音樂 祝福福音乐 耶稣要来示范一切被入地人 向远看见却对心中耳聋听见 我主耶稣平安之王 依旨我们的神 慈爱天父 坚能上帝 感谢奇妙恩典 那我想这首歌很简单 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朋友 闭上你的眼睛 那有敬拜盘带着我们来唱 我会把歌词提出来 当我们边唱的时候边思想 你是不是愿意来走这条恩典的道路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 做你生命的主 以至于你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丰盛 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主是道路 真理生命 他为我背识架 他为我背识架 主是道路 真理生命 复活永在的主 耶稣来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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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上帝 全能上帝 所以我们在圣经中 有人还会信主 也许有人信了主 但不是那么坚定 今天要鼓励你 主的福音临到你 愿你能够立刻地 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 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助 欢迎耶稣进入你生命里面 进入你家庭当中 赐给你和你的家 有平安 喜乐 富足的生命和生活 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 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愿意回应这位 最爱你的天父的呼召 你不要在意 有没有人看见你 我们都闭起眼睛 但是天父知道 他要赐福给你 你如果愿意 其实今天这是一个 真是大好的机会 当我们的中和弟兄说 他年轻的时候 跟爸爸要五块钱 换来的是一巴掌 一定毒打 你放心今天天父 他不是那样的 天父他有极宝贵极宝贵的礼物 生命的礼物要给你 所以你愿意 只要你举手 只要你愿意 他就会白白地赐给你 好 我们当中 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如果有愿意的请你们举起 你们的笑 有没有 一 二 三 我看到了 请放假 好 还有吗 我再问一次 因为天父牧师以前讲道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见证 在2012年的4月10号 铁达尼号出行 在1912年 我说错了 1912年的4月14号晚上 这个23点40分的时候 那个铁达尼号撞到了冰山沉没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感动了很多人 就是有一位牧师 叫约翰牧师 他在芝加哥墓地纪念教会里面牧会 在当时候 很多人在拼命地自顾自逃难的时候 乱成一团 他在那边大声喊 要把救生圈 让给那些妇女和儿童 要让那些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 说第二 其次呢 接下来要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上去 让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先上去 我们基督徒最后 因为我们有盼望 最后他自己也掉落水中 他抓到了一块漂流木 在那个又黑又冷的水里面 结果他碰到一位年轻人 拼命地挣扎 在那边沉浮着 他就在最危险的时候问 说年轻人 你得救了没有 回答说还没有 然后约翰牧师继续问他说 那你跟神和好了还没有 他说还没有 约翰牧师在这个时候 就把他所暴露的漂浮木 就丢给他 然后跟他讲了 他人生最后的一句话 说耶稣是道路 然后两周以后 这个年轻人在居士会上说 他是流着眼泪感恩地说 我同时被拯救了两次 一个是我的身体得救了 第二个是我的灵魂得救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在那个海上 那么危险的时刻 但好不好请你珍惜这个时刻 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 说我愿意 刚刚举过手的就不用再举手 如果你还没有认真地考虑 要接受耶稣 而耶稣要把最宝贵的恩典给你 你要还是不要 如果要的人请你再举一下手 好吗 再给最后一次 看到了 请放下 看到了 请放下 好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起立 那刚刚举手的人 陪你们来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一起到台前来 我们要特别为你们祷告 有新的朋友 愿意到台前来 接受祝福祷告的 请你们到前面来 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会请我们的牧师 传道人 来为你们祷告 好 还有我们请到前面来 新朋友也可以一起陪他过来 我想有上帝的祝福临到你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祝使道路 证定生命 祂为我被施加 祝使道路 证定生命 福火拥在耶稣 耶稣来 耶稣来要释放一切 陪入敌人 瞎眼看见 却对心中耳聋听见 我祝耶稣 平安之王 依旨我们一生 只爱天父 皆能上帝 感谢奇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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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我们的小组长同工 我们的一些牧者到前面来 为我们的新朋友